這邊就是石垣島的最北邊 這個沙灘真的超乾淨 這邊的下午茶拼作非常厲害 就是那種英式的三層 然後喝咖啡再配上了當地的黑糖 哈囉大家好我是Nick 歡迎來到LOW的頻道 看到我自身這麼Chill的裝扮 知道我在哪裡嗎 我來到了沖繩的離島石垣島 那今天是來石垣島度假的第三天 也就是我們下集的Vlog 今天這期影片除了會繼續在 ANA石垣島週季度假酒店 這家在石垣島上評價相當好的飯店 繼續我們的Vacation之外 我們還會去一些之前來石垣島沒有去到的景點 跟沒有吃到的美食 然後更重要的是 假如有看我上集影片的朋友就知道 這次來石垣島度假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夏季的獎金發下來 想要好好慰到自己上半年的辛勞 所以我們還會入住這家飯店的行政客房 可以享用更高級的設施跟服務 我自己實在非常的期待 那我們現在也到了要去吃早餐的時間 上集影片我們有開箱這家飯店的日式早餐 但是還沒有去吃我們的西式的Buffet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開始今天的影片跟我一起 Chill 吧 I'm in the high life Wishing you could be like them They got the last cars Diamonds on the high rise I was looking like a 10 Yeah the first class 度假模式太 Chill 又忘記要開麥克風 假如有看我上週影片的話 有提到這家度假酒店 早餐有三家餐廳可選 上次選了日式定食 這次則選了本館的Buffet 食物中規中矩 沒有什麼太驚豔的表現 個人覺得這裡用餐環境稍微吵雜 座位也比較擁擠 如果預算夠的話 或許可以考慮補個差額 享用新館的Buffet喔 Yeah 吃完早餐呢 我們就開著我們的小車車出來兜風啦 然後這次呢就來到了我上次想來 那我沒有來到的地方 因為上次來好像是三四月的時候 就天氣其實有點微涼 然後那時候我是騎機車 然後就覺得 哇好冷喔 所以騎到一半就放棄了 然後我們這次就一口氣呢 開車殺到最北邊的地方 就一起來看看這邊的風景吧 那這邊就是石原島的最北邊 它就坐品酒寶騎燈塔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要開車從市區過來 大概要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那我覺得沿路上風光都非常漂亮 就是真的有一種 哇在大自然兜風的感覺 反正不是綠樹啊 就是小山 不然就是可以看到海 然後真的滿幸運的 天氣超級好的 反正這次出發前呢 就是看天氣雨寶就是每天都下雨 就沒想到現在就是多雲實情的一種感覺 哇可以看到後面都是海 哇超美的 You wanna chase that shallow hig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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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 why You wanna tell yourself a lie Cause in the end you'll be in lies 在剛剛最北邊的燈塔附近呢 其實有一個非常地私密的小沙灘 比較不光光刻一點也沒有管理 就是沒有那種救生員 然後也沒有讓你衝著的地方 還有這種啤酒寶沙灘 然後真的是很漂亮 而且這邊沙好細喔 水超清澈的 哇各位這個沙灘真的超乾淨超漂亮 而且真的整個視野非常寬敞 像我之前去雨潤島 雖然也有那種沒有人的啊 就是很像可以像私人沙灘包場 但是它都小小的 它這邊真的是很寬的 而且今天是禮拜天喔 從頭到尾就只有看到兩三個人而已 哇超棒的 而且放晴這個心情超好的 因為本來真的想說 這次來不抱任何期望 我還帶了筆電來想說 乾脆就在飯店剪影片啊 吃美食也OK 然後可以遇到這樣的天氣 真的是超幸運的 各位真的超開心的 我們剛剛在海邊就是玩很久 然後一直瘋狂拍照 拍到都忘記時間了 那我們終於來到這次度假的重頭戲了啊 就是入住ANA十元島周期度假酒店的行政客房 那我們剛剛就是在一陣混亂之中呢 就趕快衝個澡 就要過來享用它的行政酒廊的下午茶 它從每天下午的兩點半到四點半這段時間呢 就是有下午茶啊 假如你入住行政客房呢 就可以免費來享用 然後這邊的下午茶聘做非常厲害 就是那種英式的三層 也有很多茶 還有一些軟性的飲料可以選擇喔 YA 我們的下午茶就送來啦 它就是最下面有鹹的青石 然後中間就是他們家的 Skorn食堂 然後上面就有一個非常沖繩 像第十元島風的甜點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這一盤最可愛的 它就是有一個很像 這個鯊魚 不是鯊魚 應該是海豚的尾巴 哇 非常海洋風的下午茶 而且這邊就是 任意都給你加點 還有茶跟 所有一定要可以取悲喔 如果有什麼就不知道 但是就是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感覺上面有骨子香 然後有炒蛋 然後放在這個法式麵包上 就有點脆脆的口感 然後上面有點軟軟綿 很浮和浮和的感覺 而且魚子香 超級香的 超級香的 超級好吃的 我覺得不用配奶油 就很好吃了 它這邊有那種 打發的奶油 可以給你配喔 Skorn這個 超級厲害 就一般吃Skorn的 會覺得很乾 一定要配茶 或配飲料之類的 我覺得他們家的不會 真的是直接吃就非常好吃 哇 我最期待的這一盤 最上面的甜點 就非常有海洋風 然後它這個是很像香草卡薩辣醬 然後配這個薄烤餅 而且它上面還有用可可粉 撒一個非常可愛的圖案 但這個看起來很好吃 它是紫玉 然後配上巧克力 萌布朗的下面 這個真的超好吃的 我覺得你可以吃得到 上面的紫玉的非常濃的味道 然後下面的萌布朗巧克力 哇 合在一起 我覺得一點會不衝突 吃完好吃的下午茶呢 我們就來開箱一下 一家飯店的大廳 然後還有房間吧 哇 那在我後面呢 就是行政客房 跟住新的大樓的話呢 它就是在這邊辦理check-in 然後另外一邊呢 其實有一個像lounge咖啡吧的地方 它有提供下午茶 還有一些輕食餐點 然後也有賣紀念品 然後我們手上拿到的迎賓飲料呢 也可以在這邊享用喔 就是這個palette 我們待會有時間 再來這邊喝迎賓飲料吧 現在在地方呢 就是入住行政客房的話呢 一個專屬的空間 它是位在一樓的地方 然後在另外一側後面的地方呢 這邊後面其實就是 我們剛剛吃下午茶的地方 那行政酒廊就是有提供早餐 也有提供下午茶 還有一些雞尾酒時間 就是有晚餐一些輕食可以享用 然後我覺得最令我開心的是啊 假如你入住行政客房的話呢 就有行政客房專屬的泳池在我後面了 那開放時間呢 直到下午的6點 所以我們打算明天呢 再過來使用 入住行政客房的話呢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可以在這邊選一個 你喜歡的味道的香皂 然後算是一個飲品禮 就可以直接帶回房間 或帶回家裡用 而且非常多種喔 現在就帶大家去房間啦 我們剛剛就在1樓 然後2樓也是剛剛的餐廳 然後3樓到8樓呢 就全部都是客房 我們這次是安排在7樓 所以還蠻高的喔 這次入住呢 是這一間5703房 那比較特別的是呢 它這邊只要是行政客房的話 全部都是5開頭 我一開始還以為是在5樓 所以搞錯了 我們其實是在7樓喔 我們這次因為是鑽石會員的關係啊 一樣有被升級到比較大的房間 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那其實因為我們剛剛有些人進來房間 就是稍微灌洗一下 所以房間又是一個 原汁原味呈現的感覺 那房間一進來呢 其實這邊就有一個很大的全身鏡 然後旁邊有個衣櫃 我們來看一下衣櫃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哇就是有浴衣啊睡衣 還有它的拖鞋都背在這邊 然後運斗跟 哇體重計是我們前幾天住的一般客房 沒有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保險櫃 那下面比較特別的是啊 它的拖鞋有室內的 也有戶外這種海灘用的拖鞋 我覺得算是蠻貼心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衛浴的部分吧 它衛浴部分呢 雖然看起來沒有間隔 上面卻有這個板子 它可以直接拉起來 所以要是你比較害羞一點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板子拉下來 然後比較要讚賞的一下 是他們家的設備跟備品都很好 這個蠻高級的 我之前看過 他們家都是用這邊的衛浴 旁邊是我自己的東西啊 然後這邊的話就有Dyson的吹風機 那這邊的話就是他們家的 專屬的一些備品都放在這 然後假如你有其他需求的話呢 都可以另外這根櫃檯拿 像是有些保濕啊化妝水啊一些備品 然後我們剛剛選的香皂在這邊 我們選一個酒的口味的香皂 蠻特別的 那另外這邊的話呢就是一些毛巾啊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一回來都沖澡 所以都被我們弄得亂七八糟 上面都是換的衣物 然後這邊的話呢就是乾絲分離的衛浴 一樣有透透的沿製馬桶在這邊 那另外這邊的話就是一個非常令我驚艷 就是比上一間還要更大的一個浴缸跟浴室 然後假如去海邊玩的話 我們剛剛有問那個工作人員 他說呢你就算就是有沙子帶進來也沒有關係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 我覺得它空間運用也蠻好的 就其實下面跟上面啊都可以放行李 然後連這個梳妝台下面呢 其實這裡也可以讓你放行李喔 所以非常的方便 然後另外要讚賞的一下呢就是這個鏡子啊 這鏡子居然是兩面都有 它對面也是鏡子 所以就算兩個人在使用也不會打架喔 那這邊就是我剛剛說的這個門 其實可以把它直接拉起來 那我覺得這個房間很用心的地方 它就是藏了很多海洋的元素在裡面 那這邊的話是mini bar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 上面的櫃子裡面就放了一些杯具啊 啤酒杯跟紅酒杯 還有這個咖啡杯真的是超級漂亮的 然後下面的話呢就是一定要的 Nespresso的咖啡機 還有一個燒熱水用的電水瓶 這牌子好像也蠻高級的 然後最令我驚豔有印象的就是這個茶壺 超級無敵美 還有旁邊這個瓷器 就是整個非常有海洋藍的感覺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一些茶包跟咖啡 哇 這是因果非常有名的茶 他們家就是早餐啊或是下午茶的 都是看到這些 咖啡的膠囊在這邊 那下面的話呢就有個冰箱 看一下有什麼 然後冰箱這邊的minibar就是很沖繩的 就是有沖繩經典的三匹茶 也就是我們的茉莉花茶 然後還有Oreo的啤酒 還蠻多東西的 然後下面其實是 有些是我們自己的那個水啊 就是從上一個房間帶過來的 哇 東西很集權耶 看一下這邊 哇 就連盤子都有 上面應該是一些點心吧 哇 洋芋片必備的 還有什麼呢 哇 八重泉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炮盛 也是來沖繩琉球一定會喝到的 紅酒啊 餐具這邊都一億俱全 我們前幾天住的房間呢 其實我也漏掉就是電視的部分 它這邊一樣是用Sony的 那比較不一樣的是喇叭 上一間是BOSS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Sony Sony的喇叭跟BOSS的喇叭 不知道哪一個比較貴 但是兩個看起來都蠻貴的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呢 就是有一個非常舒服的休憩空間 有點像是小客廳的感覺 就有個沙發在這邊 我自己是覺得床的部分 感覺比上一家還要來的大 然後還要更厚的感覺 然後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床頭的地方 非常優美 就是有這種海洋貝殼在上面 這邊的行政客房呢 全部都是面海 都是海景房 所以最後呢就是 來大家看一下房間的景色怎麼樣 哇 真的超級無敵美的 它其實這邊就是有一個 他們自己的高爾夫球場 然後另外一側呢就可以直接看到海 然後我覺得最幸運的是 哇 天氣真的超級好的 也太幸福了吧 然後陽台的部分 跟上一家住的不太一樣 是就這邊多了一組沙發 在這邊可以休息 然後其實另外一邊的話呢 也有一個 讓你喝下午茶的桌椅 在這一側 然後陽台也比上一家更大更寬敞 哇 超讚的啦 那介紹完房間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呢 這個行政酒廊真的是很豐富很豐盛 它其實現在五點半到七點半的時間 有一個雞尾酒時段 有提供一些輕食 然後還有飲料可以喝喔 那我們就去行政酒廊 再次公路去看看 下午茶結束後的雞尾酒時間 提供些什麼東西吧 現在就到了雞尾酒時間啦 那這邊真的非常高級 就是有很多的雞尾酒 然後也有一般的紅酒 然後當然有日本人最愛的啤酒 然後吃的東西的話呢 它會有一人一份呢 像是前菜的東西 然後有一些可以自己取用的一些輕食 然後當然有五酒精的飲料 哇 這裡真的氣氛超好 而且服務超棒的 前菜每天都有不一樣的 而且前菜的名字很可愛 它就說六度の喜び 就是六度的歡喜這樣子 然後每天都有不一樣很當地的食材 像是有利用這邊的線釣魚做的 還有蝦子做的一些塔 還有一些清食 那我們就趕快來吃吃看吧 它是針仙蝦佐野子四川駕 好吃耶 浸江魚佐味噌 看起來非常精緻 哇 各位 這邊的行政酒廊 就是走一個非常精緻的路線啊 跟之前去住那個大阪希爾頓啊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雖然那邊都是很多可以吃到飽 甚至跟巴菲一樣 那這邊就是走一個非常精緻的路線 嗯 第三道前菜都非常精緻喔 它有點像是法式料理 上面有個小泡芙 然後淋了一點點的黑巧克力醬 然後還有起司跟海膽 還有下面脆脆的法式麵包 吃吃看 超好吃的 哇 各位超好吃的 那個海膽根本就像奶油一樣在嘴中化開來 耶 我們來下一道的前菜耶 哇 這看起來很精緻耶 不知道是什麼 就上面有魚卵然後還有杏仁 然後做成像一個塔的樣子 吃吃看 這個也超級好吃的 感覺有點像是有點松露味道的馬鈴薯泥 然後上面撒杏仁 然後上面更上面的有很像魚卵 但仔細吃的話也不像魚卵 有點像是聽說最近的就是 日本會把那個辣油啊 或是把橄欖油做成很像分子料理 可以刻在上面 我們的最後一道前菜也很可愛喔 它是鮮魚的小三明治 然後佐檸檬奶油醬 什麼味喔 啊 真的很久沒有喝酒了 因為自從得了酒糟性皮膚炎之後 就很少喝酒 那想說來這邊呢 真的是氣味酒時段 不來喝一下不行 然後這邊的話 他推薦是這個 也就是沖繩有名的 荊棘調酒 真的是蠻好喝的 只是濃度應該蠻高的 可以看到我臉超紅的 那我覺得這邊有一個很好的地方是 假如你是有12歲以下的小朋友的話 在這個雞尾酒的時段 其實是沒辦法用這個行政酒啦 然後我會讓你去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兩天前呢 吃晚餐buffet的那邊 就是會改在那邊享用雞尾酒時段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啦 就是用餐環境呢 非常的安靜 就不會覺得很吵雜這樣子 各位早安 今天天氣也超級好的 我現在在房間外面的陽台喔 這個平台就可以直接看到海景 可以看到天空跟海的顏色 真的是蠻幸運的 雖然是沒雨季的尾聲 然後我們的行程 後面都是遇到非常好的天氣 只有第一天稍微有點陰天 後面真的都是出大太陽 真的非常的幸運 那我們今天早上呢 其實有起個大早去看日出 因為其實走路就到海邊了 海邊剛好是面東南方 剛好可以看到日出 再加上我們運氣很好 天氣不錯 然後雲層沒有到非常厚 那現在也到了早餐時間 那這邊早餐的話 除了可以在行政酒廊享用之外呢 也包含了我們之前前幾天吃的 早餐的場所呢 其實都可以使用 所以其實總共有四個地方可以吃早餐 但我們想說難得住行政客房嗎 我們就直接去行政酒廊吃早餐 那在去吃早餐之前呢 來喝一杯咖啡 真的覺得坐在陽台這個 看這個風景 然後喝咖啡 再配上了當地的黑糖 這是這邊的土產啦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我覺得直接吃也不會太膩 因為它沒有另外加糖 就真的是非常原味的黑糖 然後放到咖啡裡面 我覺得也相當適合 那我們就在這邊chill一下 再去行政酒廊吃早餐吧 我們現在就來行政酒廊吃早餐 那他們的行政酒廊早餐 也是走一個高級的路線 然後在我手上這本是一個菜單 那這邊就是有一些可以單點 可以無限續點的料理 它都是現點現做的 光是斑尼迪克蛋呢 就有四種口味可以選 然後蛋的料理也有 歐姆蛋 荷包蛋 水煮蛋 炒蛋 總共有六七種料理的方式 然後每天有不一樣的菜色 還有每天的甜點 聽說今天甜點是芒果鬆餅 超期待的 然後主要的料理就是有沙拉 然後還有日式的套菜 然後也有自助吧的一些很多小菜 可以自由夾取 然後飲料也都是可以無限續的 還有麵包跟一些小甜點 日本人推薦的吃法就是芒果汁加牛奶 他說很好喝 就沒有喝過 這就是單點的沙拉 就是用了非常多當地的食材 像是這邊就紫芋頭 然後我覺得比較少見的 日本少見的食材 就是日本很少有這種燕麥跟梨麻 還有七鴨子 然後這邊全部都有 然後我們的斑尼迪克蛋也來了 有四種口味 看能不能今天把四種都全部吃遍 然後我點了一個很特別 它是亞洲風味 它就是有蝦仁還有空心菜 然後上面居然還有香菜 大家一定沒有看過上面放香菜的斑尼迪克蛋吧 算是這邊一個滿有特色的 他們家的斑尼迪克蛋真的很好吃耶 第一次吃到這麼特別 然後蛋的處理也非常好 就是剛好那種可以蛋黃流出來的感覺 而且它的醬料也滿特別的 它不是起司醬喔 它是有點微辣微辣的那種感覺 上面放了炸過的碎洋蔥 整個口感真的是超級好吃 就是每天會更換的一道菜色 看起來非常好吃 然後吐司的話呢是紫菜的吐司喔 然後淋上起司醬 然後中間有火腿跟番茄 而且是現點現做的熱騰騰的 趕快來吃吃看 我們又很貪心的就是 加點了另外一道斑尼迪克蛋 然後這是美式風味 就是有熏鮭魚 然後跟起司醬 然後上面還有花瓣 哇這是超美的 因為我真的超愛吃熏鮭魚的 所以又忍不住加點的斑尼迪克蛋 而且剛剛那個服務人員有說啊 就是有人來就是專門只吃 斑尼迪克蛋 一次就把四種口味都吃遍 它有點像是白醬的感覺 天奶太好吃了吧 奶油好香喔 然後這麵包也 哇超級脆的 我們兩個大男生真的很會吃喔 我們把四種口味的 斑尼迪克蛋 都點起來了 就是 就是義式口味的 它上面就是有生火腿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呢 它就是法式口味的 就是有松露跟菠菜 這樣子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我覺得他們家蠻美的 一個蛋真的很厲害的 除了有四種口味之外 每一個外觀 你看起來 非常一個人實質大爆了 哇 真的是每樣都很好吃 然後我們就一直單點追加 然後吃的時候 肚子都快要脹出來 但是呢 還是不能吃過甜點 因為甜點就是另外一個味 它每天都有點更換 來看一下 今天的甜點是 舒芙蕾的鬆餅 然後配上芒果 然後有烤過的核桃 然後還有椰子片 然後配上一匙的鮮奶油 看起來超好吃的 而且真的很可愛 它現甜現做 然後熱騰騰 剛送我來的話 整個都是那種 奶油的香氣跟芒果的味道 好快來吃 我覺得很像那種 青乳酪蛋糕 真的是 很好吃耶 吃完早餐呢 在房間休息下來 我們就來享用 入住行政客房專屬的設施 就是我後面這個 它叫做無邊際泳池 但是我覺得它的無邊際泳池 跟我想像中的還是有一點不一樣 我覺得這邊靠海還是有段距離 所以你要拍到這個 水跟天空一色的景色呢 就必須要花一點心思 才有辦法辦得到 這個泳池雖然沒有很大 但是蠻小蠻漂亮的 而且它水深其實比較深一點 大概是1.4米 然後因為這邊是屬於行政客房 就是可能比較 還是希望西家帶眷 有帶小朋友的人 就是盡量不用使用這邊 因為它其實還有兩個戶外泳池 所以這邊水深設計比較深 然後它也有說 就是這邊不要用游泳圈 會有點就是擾亂其他客人在這邊吧 哇 這邊真的超棒的 那在我們的行政客房的專屬泳池 吃完之後呢 肚子也餓了來到中午的時間 我們來吃這一家 就是我們昨天提到的 就是Paletto 它是一個咖啡店 它是在飯店裡面 然後重點是我們有拿到的 就是旅遊補助啊 因為日本旅遊補助 現在延長到7月多 所以我們有日幣4000塊的額度 可以在這邊享用喔 那我們就進來吃點輕食吧 除了咖啡店之外呢 它這邊商店也有賣一些 試願到當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紀念品喔 然後現在剛好快到夏天的季節 它就是有這種夏季水果的活動 就有賣很多這種限定的甜點啊 鳳梨芒果之類的 哇 看起來真的超消暑的 昨天在行政客房做check-in的時候 其實有拿到兩張的迎賓飲料券 然後它可以在兩家餐廳做兌換 然後我完全忘了這件事情 剛剛才突然想起來 所以我們就換了兩杯果汁 然後我是選了這個 它就是鳳梨芝 剛剛點了套餐 我們前菜選了一個就是 比較昂貴一點 因為反正它套餐前都是一樣嘛 所以我們都選裡面比較貴的 然後它是鮮蝦的 石原島蔬菜沙拉 看起來超好吃的 而且這蝦子怎麼這麼大 哇 沙拉真的很好吃耶 就不會讓你覺得太油膩很清爽 然後就有一些烤過的洋蔥啊 還有這個蔓越莓的果乾 然後一些馬鈴薯泥跟花椰菜 而且好新鮮喔 嗯 這是石原島當地的豬肉 它肉這個份量放很多 然後上面有用起司點綴 然後有放鳳梨在上面 整個會增加它爽口的感覺 然後我朋友非常的狂 大家看這個 這根本就是整個是鳳梨的 它是鳳梨的蛋糕 也沒有到很貴喔 應該這個重量這個份量 就是日幣一千四我覺得算是還好 就算是一個當作一個飯後甜點 是我們旅程的ending 哇 這蛋糕厲害耶 它最上面的就是鳳梨 然後下面其實有一些就是海綿蛋糕 然後也有一些巧克力跟卡斯達醬 好吃耶 然後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來之前其實有做功課 就是他們這一家咖啡店的這個 義式冰淇淋是有得到世界冠軍的 所以非常值得來這邊試試看 那它每天會有五個不同的口味 那我們今天是選了火龍果荔枝 然後還有石原島的鹽巴加開心果 然後還有一個是黑巧克力 就是我跟我朋友就是全部都想吃啊 所以就變這個顏色 蠻好笑的 開動吃吃看吧 我覺得它義式冰淇淋的溫度 跟這個軟硬度都跳到這裡剛剛好 就是這種入口奇化的感覺 而且透心涼 這也很好吃耶 就是有那種牛奶加開心果 然後放一點石原島的鹽巴 剛好可以去掉就是太重的奶味跟甜味 很棒很棒 這個也太像在吃那個生巧克力了吧 就很像那個北海道洛伊斯的那個生巧克力 超好吃超好吃 去年剛好有機會可以成為IHG的鑽石會員 然後也續了這個週記的大使 所以呢其實這次住這個週記酒店 算是我人生第一次的體驗 那除了可以有享受房間免費升等 其實每次住宿的話也有 美金好像20塊的額度可以用在餐廳 或者是用在它的酒吧 然後最重要的是呢還可以延遲退房 那這次真的很開心耶 就是一個夏天領年終獎金 然後上半年就是其實剛換了部門 就是加班變很多 所以算是一個蠻辛苦的狀態 然後每個禮拜也希望可以給大家最好看的影片 而且下班後就是要剪影片啊 然後有時候放假也是想說 啊大家都要等我影片 就想說啊要趕快剪趕快剪這樣 對那也就在這邊呢非常謝謝大家 就是這麼力挺就看我的影片 這次呢 ANA石原島週記度假酒店呢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住宿體驗 然後最幸運的是呢 如果我們只有第一天呢 就是下午遇到陰天有點飄暈 然後後來三天呢都是好天氣 就連現在要回家也是天氣這麼好 我真的很不想要回家啊 那不知道這次的石原島的影片呢 有沒有讓你想要來沖繩玩的感覺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告訴我你的心得感想喔 那老樣子喜歡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也記得訂閱頻道跟Follow我的IG 才不會錯過我在日本的生活 還有旅行的點點滴滴喔 那我是Nik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